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谈新剧形象,标签必须要果断拒绝,看待世界角度变了。 杨子最近接受访谈时,对于亲爱的、热爱的这部电视剧中, 自己饰演的女一号童年还是相当满意的。 甚至在采访中杨子也是打开了话匣子,表示自己拒绝被贴标签, 想要在电视剧中饰演出自己的角色,可以性格软萌但是不能够过分地表现出傻白甜。 这也是杨子所说的,自己长大了,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改变了。 杨子作为90后艺人的代表,在当前娱乐圈中所承担的角色还是非常中肯的, 他在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大方地表示了自己为什么要一直拒绝在新电视剧中演习原本的演艺套路,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因为被贴上标签之后自己的角色饰演会有限制, 尤其是从出道以来,很多网友就曾经批评过杨子的饰演角色风格太过于雷同, 这种批评的声音杨子也表示,是意料之中也发人深省。 杨子近年来饰演的电视剧很多,在角色方面也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 杨子在谈到此次电视剧中的童年,也是一脸自豪地表示, 这一次的童年不只是高智商,而且有勇气, 杨子也表示自己非常的适合该角色, 甚至在这一角色之中,很好地表现出了当代90后的日常生活等, 所以说杨子可谓是相当的适合这一角色。 毕竟以90后来演艺90后,对于杨子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成欢季最佳男主出炉,肖战杨子二搭,能否再续余生辉煌? 成欢季最佳男主角出炉,肖战杨子二出演,他能不能继续出演? 成欢季已确定。 杨子的职业道德使他极有可能无缝加入该小组,但成欢季男主角尚未确定。 此前,有传言称王一博和许凯将出演该节目, 但遭到王一博球迷的否认和许凯球迷的强烈反对。 很显然成欢季原著小说对男主并不友好。 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展开。 伟大的女主角作品。 由于角色不对等,杨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主角色, 但成欢季将在第二季开拍。 因为杨子的权利和名人身份,如果男主角的表现和影响力不对等,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肖战与杨子的合作余生请多指教反响非常好。 虽然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只有6.0,但在观众眼中却远不止于子。 而且,肖战和杨子非常愿意合作,两人私下关系也不错。 去年和今年的微博之夜,肖战和杨子同框的照片很火。 两位老友相见,互相放纵,台下也有切磋。 在酷炫的娱乐圈,连FBOYS和肖战王一博这样的昔日兄弟, 见面也不交流,可见肖战和杨子非常愿意合作。 肖战是成欢季的最佳人选,无论友情还是日程。 焦阳扮我由肖战和白百合主演,已经拍摄完毕,肖战的下一部戏还未定。 肖战扮演杨子2也是不错的选择。 有了余生的形象,两人的二次合作肯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网吧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 两人大概率会合拍,剧本也需要相应调整。 如果原著被拍成电影,肖战迷们会有些不高兴。 成欢季如果稍微改一下剧本,就会是一部不错的偶像剧。 最重要的是肖战选择的搭档是有演技有实力的小花。 杨子也符合这一点。 目前的消息是,肖战将演奏成欢季,这很有可能是真的。 这对一幕CP,说不定又会给大家带来惊艳的作品呢? 杨子体重过百又怎样,看他穿健美裤秀出的腿,还不是常人不能拥有。 杨子是一个很知名的女演员,人长得漂亮演技又好到没话说。 小编看到黑粉对杨子最多的评论是杨子身材漂浮不定,很多时候都被拍到他胖了。 但是大家也要理解明星是一个高压的工作,每天看这么多的恶评各种挑剔,有些时候心里不健康就只能用美食来麻痹情绪了。 其实杨子并不是胖,这样的身材在普通人中很常见。 杨子体重过百又怎样,因为他的腿在镜头下还是很细的,让人有些不太相信杨子体重真的过百。 很多人对女明星的定义只要过了百就很重,作为身高,160加的女生,体重过百很正常,像杨子这样,身材匀称体重过百也没事。 近日出现在高铁站的杨子穿得很简单休闲,黑绿相间的尼龙外套下搭配一件黑色健美裤,看他穿健美裤秀出的腿还不是羡慕一帮人。 他腿上这条无痕裤因为和健美选手们比赛时穿得一样所以被人叫做健美裤。 杨子穿健美裤下的腿又直又细,还不是常人所不能拥有的腿。 杨子在这里的腿和别人的不一样,他是有些肉有点精致的腿,这样的腿很少有人拥有,所以才会羡慕这样的腿。 长款宽松休闲外套搭配修身设计的健美裤是值得大家借鉴,因为这样的穿搭能从视觉上拉长,我们的腿部比例。 穿大Look 1,莫安科牛仔连衣裤加Stella McCartney白鞋。 杨子的第一个造型整体以浅蓝色为主,莫安科牛仔连衣裙穿在杨子身上有意想不到的利落感, 在这样的单品上杨子用Stella McCartney白色运动鞋来搭配,使得杨子清新的牛仔连衣裤造型多几分干净感。 穿大Look 2,Pacebird Woman,卫衣加Alexander Wong腰包加CPU马丁靴。 没想到杨子的腿这么瘦,黑色紧身裤勾勒得他的腿异常纤细, 在黑色紧身裤上杨子用Pacebird Woman浅粉色卫衣来搭配,显得简单又休闲。 而Alexander Wong黑色腰包的加持则让杨子造型多几分色彩感。 穿大Look 3,Randomervant衬衫加Ground Zero打底。 Randomervant带有山水化的衬衫看上去简单又稀情, 由于这件是短款形式穿起来会膨胀, 所以杨子用一条白色皮带来固定这件衬衫。 Ground Zero浅粉色打底则让造型没那么单调。 穿大Look 4,Balenshaga外套加Balentino运动鞋加UMILAB太阳帽。 Balenshaga撞色尼龙外套看上去艳丽又好看, 清新的绿色使得杨子的造型更加好看, 杨子用黑色修紧身裤和Balentino白色运动鞋来搭配这件外套显得中性十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